十湖寶寶在保育人員的呵護下 正進行一系列的健康檢查 模樣超萌 上個月10號 馬力縣政府提出 十湖保育自治條例 經過議會三讀通過 並在本月初公告上路 讓馬力縣成為全台第一個 通過保育單一物種自治條例的縣市 三一愛十湖 三一愛十湖 不愛外環道 2002年起推動的 台十三縣三一外環道新建工程 因為行經十湖7地 頻頻遭到動保團體抗議 經過多年的研議 公路總局在這個月14號拍板定案 以拓寬取代外環道新建工程 為責優選擇原路拓寬的方式 取代原先要新批外環道的工程 一定要拉紙 三億外環道喊卡 動保團體有話要說 認為政府其實是因為經費不足 道路拓寬要永收 因為經費相當高的問題有沒有 那我覺得主管機關也不見得一時之間 就能夠解決什麼問題 包含是經費 包含是道路徵收的這些問題 那這些問題延宕的話有沒有 其實你應該要回歸到說 這個到底是誰的錯 而不是說都把錯怪在石湖身上 雖然三億外環道工程轉向 但是動保團體坦言 石湖保育還是有好一大端路要走 包括基地破碎化的問題 以及民眾對於石湖的接受度 都需要再努力